釐集�ook 柏渝是宜蘭高商的同学 他现在是东区 东区法克冠的召集人 早起来 我把时间交给柏宇 我是陈柏宇 我要讲的部分是比较属于 就是运动后期 以及未来的愿景 还有个人司法上的一些冲突 和家庭的一些冲突 相信很多在座 就是跟着这场运动 在座的同学还有伙伴们 后续最大的运动伤害 是司法的那个问题 以及家庭背后的一些因素 那我个人也是 就是算是被秋后算账 就是不管是司法或是家庭 都有一定的压力在 那如何去化解掉这些压力 是件蛮辛苦的事情 很多的家庭 在孩子 就是自己的小孩 出去做社会运动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 然后为什么要这么激进 去做一个冲撞国教署 国教署 国教院 还有教育部这些的动作 那我们所坚持的理念 一直都是非暴力抗争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行动的方式 一直都是非暴力 那做冲撞 还有进入建筑物本身 只是为了要让大家看到这个议题 只是为了要让媒体可以有一个脸去做 因为我们平常在写文章 或者是做演讲的时候 媒体基本上不会有多大的兴趣 去follow这些资讯 那唯有做出一些比较稍微激烈的行为 然后新闻才会想要去进行一个报道 还有整理 那在这样的行为后面 很多家长是觉得非常反对反感 是说你们去把那个巨马弄倒 然后进入到教育部里面 那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激进的 而且不妥当的 这些家长会觉得说 你们这么做会被贴上标签 会被视为异类或者是暴力分子之类的 甚至说受到了那个司法的一些问题 像是我个人是最近前几天被起诉 那家里就会说 为什么你要就是做抗争做到被起诉 为什么不让其他人来做就好 我会说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你做抗争如果说没有其中几个人来负 这个法律上的责任 那让其他伙伴来单纲这些责任的话 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宁可自己来承担 那 宁可让自己来承担 然后解决掉后续法律这些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的这次的行动 整个克刚的运动下来 所产生衍生的法律问题 检方那边认定我们有罪 要起诉 然后他也真的起诉 到法院里面是由法官来审理 如果说法官觉得说 我们的行为以及这些抗争 是有正当性的 他判无罪 那我们会感谢这位法官 我们一直都很尊重司法 每一次的开庭 只要有记者会 我们都非常尊重警方 以及检方的公信力 以及他们的能力 除了部分一些比较奇怪的行为 像是流出 检掉他们当时在调查的照片 这类的行为我们会去做一个抗议之外 其他他们要怎么样的调查 怎么样的做证讯 我们都配合 接下来的 目前才没收到开庭通知書 那如果说开庭 我们也会配合到庭 然后做完善的解释 以及整场运动的一些解释 如果说我们这一次的行为 他是判定有罪 就是妨碍公务这个部分 如果有罪 那我们也会接受 不会继续拖延官司 不会让他拖延到第二 甚至第三省 第一省我们就希望把它解决掉 然后再拖延 拖泥带水 如果说要负刑责 看是付三个月以下就是付 看可以付发金 那三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 就是进去监狱 然后观影政治这样子 基本上 我们不会回避这样的责任 那做一个运动 所要背负的这些责任 是一开始我们在做之前 或是在想 构思这些活动之前 就已经先有想到了 即便 社会大众会觉得说 我们的行为可能并不是很妥当 但是 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都是有经过思考的 我们无法说 一个行动 一个运动 社会运动 让所有人都满意 因为一定会有反对方 那反对方的言论 我们有时候也会去翻新闻来看 那那个就当参考 因为那些言论就是反对 然后他们会用一些比较激烈 或者是糟糕的言语来形容 那除了付法律责任之外 家庭的部分 家人会觉得说 你不应该就是 负起这些 就是为了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负起责任 他们是这样说的 甚至说 如果可以缴罚级的话 那就缴掉 但是我觉得说 学生基本上不会有 这么多的财产 或者是经济能力去缴纳这些罚金 那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 不缴罚金 如果有罪 就去检议里面 这不是成英雄的行为 而是说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做出了 以司法上来说 以法律上来说 他们认为是有罪的事情 那如果说法官是这样判 那我们就去负责 然后 整场运动下来 这一次反克纲 他所引爆的 仅仅只是 整个教育体制中 其中一环 比较急迫 而且比较危急的一件事情 就是程序上 还有内容上的一个不正当性 所引爆出来的 但是 整个台湾教育体制后面 所衍生的问题 还有很多 像是 党博士的教育 军人还是在学校里面担任教官 进行一个思想上的控制 即便我 多数的学生不认为那是一个思想上的控制 但是 目前还没有看到多少国家是派军人 留在学校里面进行 一个校园为安的工作 像是美国 他们顶多就是派宝权或是警卫 不会看到有穿 就是豹文装的军人 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 那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景象 但是 在台湾却是 大家就是习以为常 然后让那些军官可以在校园里面 次数的游走 然后进行一些控制 像是最近有看到那个桃园有一间学校 他有挂一个固调说 听话的学生就是好学生 那 这就是一个非常思想上控制的一个标语 就是你必须服从上位者所说的东西 然后 你就会被标签为一个好学生 那只要对于体制上 还有规定上不合理的事物 你进行一些抗议或者是冲撞 你就会被标记成透明或者是不听话的学生 我觉得 所有人都应该要有批判式思考的能力 那 教育应该是要能够去塑造一个真正的人 而不是只是把你该教的东西都教完 把知识堆到那个学生的脑袋中 然后让它变成一台应付考试的机器 而是要让它能够真正去思考问题的本身 并让它有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说教育部目前所制定出来的课纲 它是有一列大纲栏 还有一列说明栏 说明栏的部分它很 虽然他们说的是很笼统 说你们想要怎么编教科书 或者是怎么编教材 是你们的自由 但是 它的说明栏里面已经非常详细的说明了 应该要教什么样的东西 以及学生应该要知道什么样的东西 他们都已经写实了 在欧美国家他们也有制定课纲 但是他们只有大纲栏 就是说学生应该要会哪一类型的试写 让厂商或者是书商 让他们可以自由决定说 我们应该要怎么写 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一定的写法 就是说他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向 去让学生知道这些试写 但是台湾是写出一些死的那个说明 说明说 学生应该要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考试应该要考什么东西 所以教育应该要是活化的 而不是说 进行填加试 或者是 把既有的东西 丢到学生脑袋里面解决 所以在未来 我们还会继续进行 类似教育这类的议题的抗争 不一定是反克杠这种东西 而是对于整个教育的体制 可以希望有一个更完善的想象 能够有一个多元并且有一个容纳多方思考的一个教育环境 然后破除掉所谓基因式的教育 然后把资源全部都放在少数学校 漠视掉其他偏远地区或是其他学校的一些教育资源 像是最重要的就是技职教育 像我是一样高尚出来的 我觉得说我们 我还在学的时候 学校里面的那个技职教育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使用的教材是就是旧版的 没有啊 光是在资讯教育这个方面 他们使用的教材都是非常老旧的 没有办法跟上时代 像是我们现在电脑的系统 光是以电脑系统来讲就好 作业系统现在最新的Windows已经到第十版了 但是学校可能还在使用XP或者是Windows7之类的 光是作业系统就有一个落差 那你要怎么样教导这些学生最新的资讯的一些知识 他们只是把就是打字的技能 或者是会计的技能 把它字式化 然后有一个SOP 然后丢给学生说 你们把这些背起来就好了 你不背你永远都不会 然后把这些都学完 但是最新的东西并没有去讲 最新的一些资讯的知识 他并没有去提到 他只是只有教教材里面的事情 有部分老师啊 我要讲有部分老师还是会提到课外的东西 但是那非常吸收 而不是全面性 所有学生都能够知道的 所以说教育应该是能够启发学生 让学生对于学习有渴望 有热情 然后能够去主动学习 而不是只学学校所规定的事情 希望未来台湾能够对教育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并且有多元的看法与价值 以上是我的演出 我感谢柏妤分享他的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经历 我们听了有点难过 这个运动要付出的代价 早上我们记者会的时候 大家在这边一分钟 魏林冠华同学莫倒 莫安 致敬 那今天大家还在面对司法的问题 这是让我们回想到 刚刚周老师在分享的 那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上一代的人 受得这种党国教育 这种中毒那么深 自己的孩子出来为自己的独立自主 教育犬在奋斗的时候 那我们只是跟他说 怎么是你 那为什么不叫别人去做 我们没有出来协助承担责任 让他们自己承担责任 我想这是对我们非常大的挑战 那很感谢两个高中生同学 把他们的生命故事 这个阶段的生命故事 跟我们分享